大家好,我是千鳥 这段时间交叉的使用DF-GT跟G27 这两个方向盘给我的感觉还蛮不一样的 首先最明显就是一开始校正的时候 DF-GT就比较大声 有很明显的齿轮运转声 G27是比较安静的旋转 就不会带来半夜练车的时候被熊抱怨我吵 因为在开的时候回馈 DF-GT感觉是比较硬的 它就是直接回馈就出来这样 然后G27就是有个加速的过程 加速的过程 好像贝茲曲线那样滑出来 不知道是因为控制策略的差异 还是因为重量不同或者是持比的设计 会让它有这样子一点点 算是不太一样的手感 也有些人会说DF-GT它的力气是比G27还要大 我自己感觉是差不多啦 不过在还没有接电的时候 然后那个DF-GT是比较容易空转的 就我轻轻的转就可以转的 G27是比较有阻力的感觉 之前在没有方向盘的时候 还曾经就是异想天开 想说可不可以用Arduino来做一个 可是因为太难了 所以也一直没有付出实行 我一直都还蛮好奇这个方向盘里面的结构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分析这两个方向盘 看看它里面的结构到底是长怎样 也看看这两个方向盘的差异 为什么G27可以这么安静 而DF-GT呢 就会齿轮声这么大声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我已经得到这个G27主人的同意 所以我会在影片拍到一半的时候就被拖出去打 或是影片上传完之后我就从此消失了 那我们就移动到地上 首先呢要拆G27的话 前面这六个六角的螺丝要先打开 它前面是尖头的耶 尖头的不是都是木螺丝吗 好 这边这个是它前面的指示灯护盖 原本放在这里 这上面可以看到一些小小的LED 它是表面圆件型的LED灯 直接就焊在电路板的上面 这个螺丝超级小的 看来要先拔掉插头 啊 终于让我拿下来了 方向盘 先把它放一边 这是往里面接的接头 它接在背面 这两个就是用来接方向盘按钮的 这两个就是叫微动开关 判断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好用的 可以用来感测的东西到定位 如果输送带走到定点 产品碰到它 就停下来给机器有时间作业 或是自动门开到极限的时候撞到这个 马达就会停下来 再来就是拆这个头 我不小心拆到拨片了 这个是拨片 拆两个螺丝锁上去而已 然后这个塑胶会稍微变 就可以拨 然后就会压到我刚刚那两个微动开关 好 三只长长的螺丝拆下来 这样这个应该可以拔起来 啊哈 还好没有拔太大力 这个线 需要凹一下 还有办法出去 好我们把这一块拆下来 这块还蛮帅的 好像可以当陀螺一样 或非不要 先放旁边 这一段应该就是 经过减速之后 连接到马达 中间有一条电线出来 居然是从正中间出来 还蛮酷的耶 我想这个它什么电线 要怎么样不被学短想了好久 原来是这样子 那就 来擦外壳吧 我们的上壳 登 好 这就是我们G2C的内部 我们来继续 先来看看电路板上面这些线分别都是接到哪里 首先这个呢 它是整体的电源线 会直接接到方向盘的电源孔 这个是连接方向盘上按钮的 这边总共有7条线 应该是一条闲置灯的线 跟方向盘上面总共6颗按钮 这样加起来7条 这边是脚踏板的 总共有6条线 有三个踏板 我在想应该是三组 像是三用电表测量电阻的那样子 三组 因为踏板里面它是一个可编电阻 所以我们在踩的时候 那个电阻变化 它就可以知道你的踏板踩下去多深 然后是上面这排 第一个是马达那边回传的讯号 这个我们等一下拆到再来看它是什么东西 接下来这个是连接到排档杆上面的 排档杆上面有一个方向键跟4个红色小按钮 还有7个档位 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可以利用这么9条线就把它接回来的 再过来这个是连接到USB的 这边有5条 最左边这两个是马达的电源 直接驱动马达的电源就是从这里传到马达那边的 那可以看到它下面的 铜整片的 应该是要用来应付马达比较高的电流 那我们也来把这个电路板也拿下来吧 好 我们拆下来了 这块就是它的主机板 根据现在消息指出 这两个马达控制晶片 因为 IRF7103跟IRF7342是最容易损坏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Google这个 就能够找到它的相关资料 因为G27使用的有刷马达 有刷马达就是 藉由电刷让中心不管怎么转 同一侧的电都会是正的或者是负的 保持马达可以继续转动 这个电刷材质很多都是使用石墨制程 时间久了多少会有一些磨损 也就会在马达中堆积一些石墨粉 如果这个石墨粉形成通路的话 电流就会跳过马达直接通过石墨粉 导致整个马达的电阻下降 这时候 通过控制晶片的电流 就会上升 电压固定 电阻下降电流就会上升 导致晶片会超过负载而销毁 要是坏了可以拿三用电表的ON檔去测 如果短路或者是断路就是这个元件故障 这段很多元件都是一个可以 可行的测试方式 可以一一检查 然后这个电阻号码是有意义的 不过我都还给老师了 所以就不说了 那如果你的G27这两个晶片烧掉的话 可以自己去买来更换 更换完之后 记得要把马达里面清干净 把马达直接撬开 然后刷一刷清一清 再装回去不然新的还是会再烧掉一遍 再来这个特别大颗方形的 就是它的核心 ST72F651AR6TE 低功耗的微处理机 使用12MHz的震荡器 就是银色那颗椭圆的 可以产生48MHz的USB实脉 总共有47个可传释控制的IO 32KB的ROM 就是用来储存内部程式的 5KB的RAM 快取记忆体 这颗里面提供了两个计时器 两个10bit的PWM产生器 PWM就是利用快速的开关 来达到控制的功能 例如我有一个马达想要转的慢一点 那我就给它50%时间是有供电 另外50%我就不供电 这样子快速切换 这颗马达的速度就会变慢 然后8个 类比转速位的转换通道 踏板的电阻就会需要靠这边来读取 然后它使用的是2.0的USB介面 这里面就是藏有了回馈的秘密啊 它的程式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读出来的 或是我不知道怎么读出来的 大家晕了吗 好啦 我们来拆铁板 诶 怎么会有一片这个神秘的小塑胶片呢 这是干嘛用的 不晓得了 放一边去 放一边去 噢 它这个就是用来挡的 这个碰到里面尺条的边界的时候 方向盘就会停下来 就代表它转到底了 本来还以为是什么东西诶 这样子的话这个到底的应该还蛮坚固的 应该不太用担心说就是 转很大力把它给撞坏了 这个要撞坏应该不容易 那这个里面应该就是它的减速机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看看 好 最后一个螺丝 我们要把中间这一块拿下来咯 好 把这一个拿下来 诶 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 弹力的 因为要抹油这样才会滑顺 它这个弹力应该是可以确保这个齿轮 如果有磨损的话还是可以紧密的分 轴性上面的那个齿轮结合 好 你也可以去旁边了 觉得我们要把这个打开来看吗 我还蛮想要打开来看的耶 对了 这个拿下来的话 这个里面它是一个光编码器 白色这个就是照射端 这个呢 会发生光 给圆盘另外一个黑色的来接收 一个持续的光速发射过来 会通过圆盘或被圆盘挡住 这个圆盘其实旋转的速度还蛮快的 我稍微转一点点而已 它就快速的转 快速的转 可以看得到透过圆盘照到后面的马达外壳 一开始接上方向盘校正的时候 它就会先转到右四点 并记下转了多远 光编码器因为马达被刚刚的尺条挡住 跟着不再旋转时 控制器就会叫马达往另外一边转 转到左四点并记下转了多远 这样就能够算出一个距离 我们假设它900好了 这方要反900度嘛 那450的地方就是正中心 它就会命令马达再转回到450的位置 当回馈要求转到300 马达就开始转往300 或许在这个差距越大的时候 转动的力道就越大的设定 这样就能完成力回馈了 当然看不到城市马 这都是我自己的想象 毕竟我远流星会给什么样的讯号都不知道 所以是不是真的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 参考参考就好 接着我们就来解体它最后一部分吧 这个减速的齿轮 登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登 诶 哎哟 这个线勾到了 诶 另外的好简单啊 我以为会有很多很复杂的减速机构 结果另外的很简单 马达的两个小齿轮 就直接接到大齿轮上 它的齿轮是螺旋状的齿轮 这种齿轮就是静音齿轮 全转的时候会比较安静 我想DFGT应该就是用直齿的 所以在转动的时候就会有那呃呃的声音 我真的以为里面会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小齿轮 结果没想要转就这样 实在是 太惊讶 超简单 太意外了 好 意外的快速我们拆解完了 总装完成 接着我们来拆DFGT吧 先试试看 直接打开底下 看能不能拿得下来 说不定盘就不用拆了 好螺丝都下来了 哦可以哦 它右边这个排挡杆 是这样 转的时候旁边两个弹簧把它弹回正中间 然后 这两个塑胶板就会压到下面 这两个的开关 还蛮好压的 这推的时候还蛮难推 其实都是来自于 排挡杆上方那个弹簧的弹力 它的内部整个看起来 其实跟G27可以说是还蛮 相近的 有点像 两个马达变成只有一边有马达 然后电路板放在另外一边 光编码器也放在另外一边 它里面齿轮比较多 然后尺是直的不是斜的 果然在减速这边不太一样 所以才会明明就 这边只有一颗马达 G27有两颗马达 但力气感觉好像差不多 多减速一次力气就会比较大 可是回盘的速度就会比较慢 电路板感觉上没有G27这么的整齐 这一条是电源线 然后这个是光编码器的线 这个是USB线 然后这个是连接到踏板的 这个则是连接到方向盘上按钮的 它在这里面用来决定 转到极限的尺条是白色的 G27是黑色 啊 接到我头发 好 我们继续往下拆 把这个铁片拿起来之后 就可以看里面看得更清楚了 这个中心的结构基本是一样的 只是换了个颜色而已 它的维处理机这个型号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是同一颗 跟G27同一颗 应该是G27跟它同一颗 它的马达是经过两次的减速 马达出来的小齿轮先跟白色的齿轮减速 白色的那颗齿轮呢 啊 前面还有一个小的齿轮 再去跟方向盘黑色的那个齿轮接触 所以G27虽然有两个马达 但是力气感觉跟DFGT差不多 应该就是用了第二颗马达去代替了第二次减速 来让这个回盘速度可以提升 那G27的回盘速度是比DFGT快上不少了 好 都看到了 那我想我们这台的方向盘拆解 就到这边 组回去咯 那我们这次的方向盘拆解 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们按个喜欢 分享出去 订阅青靼熊频道 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